這邊的這個檢驗 那我們從保齡這邊所收集到的 我們現在有三個比較重要的檢體先出來 第一個就是它抽的這個果條 還有就是它的香蘭葉 還有一個就是它的再來米粉 這三樣那都是陰性 就是這個我們的米酵菌酸是陰性 那麼另外大阪城這家所謂的果條的供應商 那我們也抽了16件 這個果條的檢體它也都是陰性 所以這邊在食材的部分 當然後續還有一些 我們在那邊現場所收集到的這些食材 還在陸續檢驗中 那目前的檢驗結果就是這樣子 那麼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就是 第一個那這些重症的病人 幾乎都是全部都是有驗出米酵菌酸的陽性 所以我們可以說很確定 那這個食物中毒的事件 應該是米酵菌酸所引起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那我也要在這邊跟大家講 後續我們看到它在 不管在果條的供應商 或者是在現場採檢的比較重要食材 目前都是陰性 而且我們看到在疫調的結果 現在所有的病人都是跟保齡的這家店 在A13這家店有關係的 而且它的時間都陷在同一個時段 也就是在我們的17嘛 17到23 對 17到25 我們使用的期限 大概就是這一段的這個時間 那所以並沒有在外擴的這個跡象 我想所以這邊也要跟民眾講 不要太恐慌 那因為這個目前看起來是 局限在這個時間 那同一個地點 所以大家不要太恐慌 那當然後續我們還會 對這些檢體再繼續做檢驗之外 那我們也會盡快召開 相關的專家會議 包括農業的專家 那細菌的專家 那還有一些這個食物 這個相關的這個專家 那還有毒物的專家 這些我們都會請他們來 來探討一下有關這個 我們這個所謂唐昌普伯克斯菌 那在台灣到底它的分布情形 還有說所謂的它的其他一些雅型 這些比較學術相關的一些討論 那這樣子我們才能夠 去制定一些像指引 那對民眾來講 讓民眾能夠更放心 好 針對保齡的中毒案 我們線上很多朋友都說 這事件實在是太過離奇 像是Ruther說 如果東西變質怎麼會吃不出來呢 但是其實已經有專家指出了 這米酵酸菌如果出現在食物當中 它的危險之處在於 它是無色無味 非常不容易察覺的 那麼外界也說 現在米食會不會有被污名化的疑慮呢 我們還是要提醒大家 新鮮的米食去食用 其實是安全無餘的 而重點是是否有妥善的保存 我們就要帶您看到 到底要如何保存米食才不會 讓汗事再度發生呢 我們看到呢 這是前毒物科醫師 已故的毒物科醫師林潔良的七詞 談吞詞 就要提醒各位觀眾朋友了 其實像是這些濕式的食物 麵 米粉 或者是炊粉 或者是河粉 以及果條 這些米食品呢 因為它的含水量非常的高 如果保存不當的話 真的很容易變質 而且產生細菌 所以通常你保存就算是冰存的話 也不要超過三天 因為呢很多人都覺得 食物放進冰箱裡頭保存就不會壞 這觀念可是大錯得錯的 在低溫的環境之下 只是抑制這個細菌來滋生 不代表這個食品就就此在此凍結 就不會壞了 我們帶您看到 因為冰箱的是沒有殺菌功能的 而在65度以下呢 其實都是不利於細菌滋生 但不代表它不會增生 同時呢 細菌 同時冰箱裡頭呢 盡量不要放到全滿 因為會不利這個溫度的 低溫傳導保存 而同時呢 如果大家在泡發乾貨 承諾我們剛剛講到的 這所謂的木耳還有銀耳 如果你買的不是生鮮的是乾貨的話 4個小時呢 泡發的時候就要換一次水 那泡發之後呢 盡早烹飪 千萬不要存放超過一天 那麼要存放或是泡發的過程當中 如果可以也盡量放在冰箱的低溫環境裡頭 風存會是比較理想的 而外界也非常好奇喔 那現在到底隔夜飯隔夜炒飯能不能吃呢 線上網友提出提問 那麼其實也有專家提出 米酵菌酸這種毒素 其實在特定的條件之下才會產生 首先呢就是必須要米食或是玉米相關的 附有這種脂質高蛋白質的 這樣的食材才會容易產生 而且呢溫度是要在23度到30度左右 在酸鹼的適度的環境之下才會滋生 而且呢要到會致人與死的數量 至少要讓他變值1到2天 而非常關切此案的法醫高達成也表示 其中第二名被害者呢 其實他搶救了7天 但是血減的結果還是可以驗出米酵菌酸的毒素 這足以顯示他使用能量有多大 讓他覺得細思忌恐 保林查氏中毒案擴大 法醫高達成直言很疑惑 也強調雖然查出了米酵菌酸中毒 但更重要的是要趕快查源頭 兩天都死亡的你可以踩到米酵菌酸 我是同意啦 我大概應該是我也沒有錯 但是一個禮拜後 你已經經過急救 還有用葉克膜去代謝息 身體裡面還會殘留米酵菌酸的成分的話 我真的很恐怖 我們吃很多 這個重症病人是不是也要去 發言說他身上是不是也是有這種成分在 如果在的話 那這個案件當然就做一個結尾 就是說他一定就是米酵菌酸 所造成的死亡 就一定要決定 再來就是找到源頭 我們一直都指標是指向保林 但是我們也要在保林市場裡面找 的那個廚房或是哪個地方去找到 這米酵菌酸的成分所在 雖然專家分析保林茶室中的木耳或果條 可能被米酵菌酸污染 但高大成認為也不能漏掉 追查桌上的調味料 他也認同毒物科專家洪東榮醫師 推測懷疑的木耳污染 他說相關單位必須趕緊查出 到底是哪個食物出了問題 確認原因後趕緊公開 避免又有人因為類似情況 吃進米酵菌酸而中毒 TVBS新聞許利凡 從臺中採訪報導 好所以目前米酵菌酸還有這個相關的細菌的風險 現在已經被凸顯出來了 而代價是兩條人命 我們今天已經線上邀請到了 台北市工衛施工會的理事長 翁瑞宏翁理事長 理事長晚安 主播好大家好 好理事長剛剛衛福部最新的這個訊息提供給我們 是說他們針對上游廠商還有保林茶室裡頭的食材 都沒有驗出毒素 不過這樣的結果會不會對被害者來說是一大重擊 接下來要怎麼球場檢警要如何辦案呢 請教您 我想這個 現在對於這個案件未來 絕對會進入到司法的一個球場的一個問題 那這裡面有很多的證據要收集 那對於第一個證據疾病的證據現在已經有明確的出現了 就是說有相當多的受害者具有這種甚至重症死亡的一個證據 那可是更重要的證據還有一個就是暴露的證據 那暴露的證據我們在現場一定要想辦法收集到有關於像 這個毒素的一個存在 那這個食材裡面哪些食材具有毒素的存在 那我想對於患者對於食者進行他體內毒素的驗證 是可以提供一個很重要的線索 那相對的我們目前第一線的工作人員 衛生局第一線的工作人員在進行環境的採樣 那當然這裡面可能會有一些問題 就是說可能隔了好多天了 這個環境的採樣不一定能夠很明確的採到 但是這些毒素中後還是會有一些軌跡 未來我們可以運用到比較高階的一個採樣的技術 像單子的檢驗像DNA的一個驗證 因為這個毒素病毒它是有一個特定的DNA序列的 那為了只要我們查到這些原體 進一步的再去做DNA的一個比對 定序 那相對的都還是有可以提供一些暴露的一個證據 第三個可能要存在 要收集的證據就是持續性 這個持續性應該是比較容易的 就是說 疾病 暴露一定要在疾病之前 他們發生疾病了 疾病了被診斷出來了 但是他們的在保齡查室吃的這個時間 一定要在這個疾病發生進行 第四個一定要有相關的一致性 也就是說他們所表現的徵兆 都跟這個毒素病 關關的生物血的證據 比如說它會造成 肝症傷害 這神經腺體的一個損傷能量的耗損 甚至在死者身上看到的一個解譜的證據 都跟毒素領現出來的症狀是相似的 第五個一定要排除 也就是說現在很多學者 剛開始還確定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些猜測 比如說是不是 新人感染 感菌的感染 中毒 那這一些 要想辦法給他排除掉 那 對我們來講 進行環境採樣 還是有很多的一個重要性 那未來來講進入到 行事 進入到民事 甚至在未來對於疾病 致病的一個疾病 的一個判定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分區 以上提供 那麼汪理事長剛剛有特別提到 未來透過一些高清的檢驗設備 或者說DNA的採樣 還是有機會 來證明這個病亡者 跟在這個茶室裡頭用餐的關聯性 大家不要放棄任何的蛛絲馬跡 但是其實現在大家同時也很擔心的 因為這種致命性的毒素 它來源是唐昌普伯克氏菌嘛 那麼其實要產生這樣細菌的條件 跟台灣這種高溫潮濕的環境蠻相似的 很多的觀眾朋友都會擔心 它會不會有落地生根的可能 理事長您怎麼看呢 我想 我們也不要去鎖定說 台灣已經有這個菌的一個存在了 但是相對的也不要太恐慌 不要太恐慌 我相信近日有很多的學者 包括官方也都已經不斷的在提醒說 這個菌的存在 一定要在適當的溫度 酸減 甚至嚴正的條件下 它們才會在 可定的食材上產生 所以給大家講 它並不是在自然界 它可以自由自善的去生長 並不是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所以相對的來講 就是說 如果我們去問到一個問題說 它會不會在台灣的食物鏈 或商物鏈的一個擴散 我想目前的科學的證據 並沒有 並沒有 但是我要特別要指出的是 我們如果要對感染 要產生感染 就必須要確定說 哪些 它其實是同一個病毒株 但是它還是有不同的分子的分型 有些分型 它可能在某些生物體它會感染 有些分型 它只會在人體它會感染 所以它並不是在所有的生物 生態鏈生物鏈 它就一定會產生 並不會產生感染的一個情形 所以 衍生的一個重點 反而也提醒相關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包括像農業單位 我們現在就要開始要去規劃 針對於特定的食品 甚至動物群體 針對這個病菌的一個存在 都應該要有計畫的去做監測跟檢測 那我們剛剛講 我們剛剛講 這些細菌是存在於特定的食品裡面 特定的食品裡面 所以衛生單局 衛生單局應該要釐清說 哪些特定的食品加工 跟處理過程 那未來 都有可能會產生這樣的一個病菌 那我們現在相對的管理措施 比如說我們食品衛生管理標準 在針對這些工廠 餐飲業 尤其是發酵食品 比較是會用到的一個部分 那是不是他們目前的食品衛生標準 都足以限制這些細菌的擴散 那我個人認為 額外的還要去加強 這些相關業者 對於這類病菌的認知 還有健康危害的一個理解 可能有很多的業者 因為這個是新的 進入到台灣的一個病菌 大家都不是相對的了解 所以我們要加強宣打 加強防範的一個措施 我額外要提醒的 要主張 這個可能是大家都知道的 我們現在人的用餐 很多在戶外 室外 而且在特定的商場 例如這一次世界的百貨公司 我覺得還是要要求 除了這些參與業者以外 這些百貨公司 就是這些參與業者的管理單位 他們也應該要落實 食品安全衛生的一個檢查 我簡單講 他們應該也要承擔部分的責任 我們支援隊應該要去要求 甚至 這些百貨公司 這些賣場 是不是有拼任 編制內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員 甚至拼任專業的公共衛生室 我們應該要用公共衛生室 在這些場域裡面 加強食品安全管理方案的 推動跟成效的一個評估 那剛剛有講到一些消費者的一個部分 我想這個事件出現以後 大家都在提醒 民眾不要吃存放不當的這個發酵食品 我想這個的確是需要 宣導公司投育的 但是這個菌就很特別 它就是無色無味 所以吃起來可能沒有那麼大的感覺 不過還是要提醒民眾就說 那你吃到 你過去吃的食品 跟這次吃的食品 在口感上有差別 或是你眼見 一些廠商 或是這個食品 衛生條件有問題 你就要停止射手 並且要立即的跟這個業者反應 而且我們在 購買上 消費上我們一定要選擇 定義良好的這個生產業者 務必要確認這個食品衛生 而且那食品的表層一定要 還有加上過程要符合這個衛生的標準 我們現在有很多的民眾是購買一些 尤其是網路購物 這會特別要提醒這個民眾 不要購買來路不明的食物 因為我們網路購物 是經常還是來自於跨國的一個購買 那對於發酵食品 我們可能沒辦法限制民眾不要食用 所以我們只能提醒民眾要適量的食用 避免過度攝入 可能存在這個細菌 或病菌的這個有害物質 那有些人可能會去問到說 這個毒素很強 可能吃了就要洗腎洗乾 我想這個說法不完全正確 一般來講只要攝食合理的 合理量的這個安全的發酵食物 並不會造成肝腎 造成嚴重的傷害 我就以這一次的這個事件來講 多數有去這些餐廳的消費者 即使他們有症狀 除了部分死亡跟重症以外 多數的還是表現出腸胃道的症狀 那即使他們肝腎功能有些微受到影響 那我要強調的是要進入到洗腎 基本上要進入到洗腎 都是他的劑量 理論上他的劑量 也就是說攝取毒素 進入到身體的劑量 一定達到相對的強度以上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要強調就是說 如果說你本身有乾腎功能 本來就有問題了 或者是你免疫力功能比較差的 當然就盡量不要去攝食這種 可能被發酵比較長時間發酵的這個食品 會造成個人的身體的一個負擔 可是我額外要提醒的是 不要迷失到說洗腎可以處理所有的事情 這個案件非常特別的是 它是米酵菌酸 米酵菌酸有一個很大的特別 它的分子量特別大 非常的巨大 所以他在身體裡面 即使你後來肝腎功能衰竭 你到臨床上用洗腎 基本上有些還是沒有辦法透析的很乾淨 甚至沒辦法透析過去 這是我們在做這個疾病的鑑別診斷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參考的依據 也是很特別的一個地方 以上提供最大參考 謝謝 好我們謝謝翁理事長提醒 這一次呢 保齡茶室的中毒事件 其實也給社會大眾還有整個餐飲體系 還有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提了醒 我們中間過去對這些監管 是不是有輸了地方 因這次事件 其實針對整個米食品 或者是其他發酵食品的製程 其實都要有更細緻的管理才對 謝謝理事長 再來我們帶觀眾朋友 持續看到的是保齡茶室呢 因為他是主打馬來西亞美食 而中毒事件呢 也在馬來西亞的新聞界當中 引起了震撼大篇幅的報導 同時對岸中國大陸呢 也發現了台灣出現首起 因為米酵菌酸致死的案例 也吸引媒體的版面 主打正宗 馬來西亞素食的保齡茶室 爆發米酵菌酸中毒事件 加上創辦人又是大馬華裔 引發馬來西亞媒體高度關注 馬來西亞中國報 將台灣保齡茶室事件 放在網路新聞首頁 另外馬來西亞新周日報 也同時報導代班廚師 以過失致死送辦 以及死者體內驗出米酵菌酸等等 大馬媒體回顧 其實三十六年前 馬來西亞的數名美食老鼠粉 就是台灣的米苔木 也曾發生過中毒案 當時一名老婦人和十三名孩童 都在食用米苔木後 出現嘔吐 抽筋 拉肚子等症狀 最後奪走十四條人命 當地致面場和攤商 被迫停止營業 台北保齡茶室食物中毒案 持續擴大 受害者普遍在十二小時內發病 大陸官媒央視同樣關注 這起中毒案 因為台灣是首次驗出 但大陸早已陸續發生過類似案件 尤其夏天到秋天 五月到九月十號發起 去年七月河南就有兩名女子 吃完涼皮後中毒一死一傷 2020年七月廣東省揭陽市 有十一名顧客在長粉店 吃完果條後中毒 最後一人死亡 大陸專家提醒 乾米粉 乾河粉 乾木耳 最好放在冰箱浸泡 時間也不能過長 一旦疑似中毒 必須盡快催吐 減少毒素吸收 並立刻送往醫院救治 TV別新聞綜合報導 而再來有很多消費者 回憶自己到保齡茶室的 用餐經驗 很多人呢 他出面說吃下椰香飯之後 頭痛想吐 也有人直接募集 員工在料理完餐點之後 手套也沒有換下來 直接去處理垃圾 保齡茶室廚師大秀廚藝 但有先前吃過的顧客 跳出來懷疑 很可能過去餐廳食安 就出現漏洞 秀出當時吃的椰香飯照片 坦言雖然不是近期去吃的 但那時吃完之後 身體很不舒服 還傳LINE給親友抱怨 說頭真的要爆了 真的痛到想吐 東西不好吃 沒有吃完 另外還有民眾迴響 在疫情期間 常到新一區附近 印象中這餐廳衛生就很不好 看到工作人員戴著洗碗手套 清潔垃圾袋 處理廚餘丸 竟然同一副手套 繼續準備要給客人的食物 就連常客也坦言 餐廳細節有進步空間 可能擦沒乾淨 或者是在醬料區 可能是有點凌亂 可能蓋子沒有蓋好 或者是擺放有點髒亂 保齡茶室疑似食物中毒事件 是不斷延燒 就連跑這一帶的外送員也是坦言 平常有的時候 不太愛接保齡的單 工作員好像就真的只有幾個而已 有時候真的就是 可能會比較趕不出來這樣 對啦 所以有時候就不會想要等大家單 外送員透露 正常來說到其他餐廳取餐 前後只要花三分鐘拿了就走 但有時候到了保齡茶室 新一原版A13店現場 有可能要等十分鐘才拿到餐 而也有外送員指出 保齡咖啡館饒河店 清潔狀況也堪憂 餐飲業細節一旦沒顧好 食安恐怕就破洞 出處得繃緊神經 才能讓消費者安心吃下肚 TVBS新聞直播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